人间悲剧即将发生 学霸乔英子想要轻生 高考越来越近 方一凡要参加议考 其他人也选好了目标院校 只有乔英子一人不知所望 因为他一心想去的难大 妈妈不让去 最后母女俩到底是谁先低头呢 一起来看 今日一题 乔英子却说妈妈失败 结果选择狗蛋 现在的高三学生们正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议考 另一个是参加冬令营 所以说这个冬天会是很忙的一个冬天 而作为学霸乔英子而言 她本来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 可是因为自己想去难大 她妈妈不同意 于是她一直把这件事情给憋在心里 唯一说出来的一次 就是对季洋洋的妈妈说的 也真是够可怜 自己的妈妈不敢说 要去找别的妈妈倾诉 乔英子一心想去难大 因为难大的天文是最好的 也是她自己本身喜欢的航天方面的事情 相信去了那儿的乔英子 收获面包不是梦 不过 亲孟军我认为 她要去那儿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想离妈妈远一点 想摆脱她的束缚 毕竟她对乔英子非常的严格 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事件 都压在了女儿身上 乔英子除了学习 几乎没有其他事情能被允许 这也让乔英子对母亲 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 最终乔英子还是瞒着宋千 报考了南京大学的天文系 只可惜这件事很快就被宋千发现了 不过乔英子这次很强硬 根本不为所动 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 在她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她跑出家站在桥上 准备往下跳 企图一了百了 最后为了不激怒孩子 宋千还是选择了低头 答应了让乔英子去南京 不过一期梦军我看啊 没准宋千最后也是跟着乔英子去南京了 这个妈妈怕是一辈子都躲不掉了 好啦 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